今天,NBA传来一个重爆消息,据NBA著名记者Chance和吴儿报道, 其实前冠军叫投台伦盧为球队解雇,球员们已经收到球队通知, 随后拉里德鲁将成为球队的临时主帅,两大记者同时爆料, 看来这事是板上钉钉了,据悉,泰伦·布布塞基和管理层产生了巨大的分歧, 从夏天的训练年开始,总经理奥尔特曼就希望球队能多培养年轻球员, 而泰伦·卢泽更信任球队的老将,两人就这个问题一直争执不休,没有一个结果, 总经理奥尔特曼一度通知科沃尔和J-O-R他们不会出现在赛场上, 直到今天泰伦·卢泽宣布解雇,而据媒体报道称, 骑士的球员们对于这件事的心情非常犯怒以及不满, 几年以来,在詹姆斯的带领下,骑士一直稳聚东部豪强之略, 直到今年夏天詹姆斯离开,球队却迅速崩塌陷入动盘, 开局六场比赛,骑士全部输球,骑士和雷霆成为东西部, 各自唯一的一直没有赢球的队伍, 紧接雷霆对着太阳,可能今天过后,骑士就是唯一一直没有取胜过的队伍, 相比起管理层的诸多不满, 骑士球员们对于泰伦盧还是非常爱戴, 球队老大乐福的支路被解雇后更新了社交媒体, 就说出了自己的心声,乐福表示,教练让我见识了大事业, 改变了我的人生经历,给了我学习的重点, 我对你只有爱戴和钦佩,我相信我们会再次并肩作战, 为了更伟大的事业,谢谢, 可能大家依然记得骑士夺冠的那个赛季, 作为球队到二号球星乐福表现不佳, 关键的第三场泰伦卢依然决然, 得把乐福放在了摆凳席上, 杰弗森首发帮助骑士大胜勇士, 之后一股作气拿下冠军, 当时我们都佩服卢的勇气, 只是没想到,冠军叫头这么快就下课了, 再剑伴泰伦卢教练, 尽管上赛季的季后赛全都在黑你, 但是无论如何, 你是一个称职而且敬业的人, 希望泰伦卢能尽快找到下一份工作, 或者去胡人试试。